今年TIFA台湾国际艺术节邀请了来自丹麦剧团的作品叫做《迷幻战境》 《迷幻战境》被定位为前卫视觉歌剧剧场 它的歌词还有视觉设计都深深受到日本漫画还有能剧的影响 舞台上有十二位歌手身穿战服 吟唱如同电子乐一般的古日本能剧 呈现人跟战争的矛盾性 这个丹麦的团队最知名的就是这种融合大量视觉效果的 新歌剧 炫目变换的多媒体效果 双层舞台上映照出歌手们的身影 在拉脱维亚广播合唱团充满歌剧美声跟电子迷幻的吟唱中 弥漫着前卫的冲突美感 这是丹麦的Hotel Profoma剧团 在TIFA台湾国际艺术节中带来的迷幻战境 女幻战境透过跨文化的合作导演从影像思考出发 汇集了不同的舞台元素 融合了日本能剧的诗文当作唱词 而歌手们身穿类似中古世纪风格 又富有科技感的服装 搭配精准变化的多媒体效果 以及日本漫画风格的战争机器投影 在最初的研究中我找到了文化的文化 我找到了文化的文化 不是文化的文化 而文化的文化 但文化的文化 《How to Draw Manga》 我从来没有想到文化的文化 但当我看到这些描写 脑子变成了战争 我知道这些描写 我可以说这些描写 人变成了战争机器 战争机器 把战争的吟唱来探究战争的本质 战争是世界上的 战争是世界上的 战争是人生人的 或者任何时代 但我不想说战争 我只想说战争 所以我叫战争 战争 战争 《Hotel Profoma》 剧团带给观众全新的歌剧观想经验 战争